台灣有五十萬個弱勢家庭 十二萬名弱勢兒童 經常三餐沒有辦法溫飽 更不要說讀書、學習等等其他的資源 能夠愛心T恤 用善款幫助這些孩子 找到圓夢的力量 這次義賣的所有金額 都是會拿來幫助這些孩子 補助他們三餐的費用 還有平常上學要繳交的學費 還有課外學習的費用等等 募集三萬個愛心 希望用一千萬元的善款 助學去 好 歡迎回來MGO觀點 其實剛剛提到了 到底要全民買單還是政府付 那這個就很多的爭議 但是哪一項該政府付 哪一項是民間可以付 比如說喘息服務 我先問一下王老師 你認為喘息服務 這樣的錢誰要出 第一個是喘息服務 它的目的是為了要支持家庭照顧者 他能夠繼續的照顧 所以家庭照顧者如果不照顧的話 就是政府要接手 那政府你是願意呢 讓他每一周有一個休息 所以他可以繼續做 他可以照顧 還是你希望他不要再照顧了 然後你要來接受 你是因小失大還是怎麼樣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 你必須要從整個長期來考量 所以那當然政府 他來支持家庭照顧者 所以呢家庭有意願的 他可以繼續照顧 而且他可以照顧很久 你不要一下子讓他就把他所有的能量都花完了 而且當他burn out 當他不能再照顧的時候 政府就要接手 你反而花更多的錢 所以我當然覺得政府應該 大家一起來支持 OK那如果聘請外勞的喘息服務 誰要付費 好我覺得喘息服務不是在照顧外勞 而是作為一個勞動者 他本來就應該要休息 所以我覺得外勞的喘息服務 應該是去評估雇用外勞的家庭 他有沒有能力 每一週提供有一個替代的照顧讓外勞休息 如果他有能力 那當然應該要求這個家庭 應該要讓外勞定期的休息 用勞動法令來要求家庭 但是如果這個家庭沒有 那我覺得政府應該要介入 OK 我覺得這個喘息服務 其實不是給外勞 是給聘請外勞的那個家庭 是 對 所以我覺得那個很多人都誤會了說 為什麼要把那個 要由國家來支付 這個喘息服 然後給外勞休假去玩的 其實是不一樣 是給這個聘請外勞的家庭 而不是給外勞本人 這個正義就是這樣 到底是個人跟家庭要負責 哪些事情是個人家庭負責 哪些是政府負責 政府負責的意思就是說 全民大家共同來負責 就是這個意思 是 喘息服務是不是應該大家一起來分攤 哪些事情是個人跟家庭自己要負擔 正義就在這裡 其實我們談到未來會有長照保險 也就是全民買單的意思 也就是說我自己付費 然後我慢慢的保險 我以後可以用得到 但是在還沒有長照保險的時候 我們現在長照法要上路 其實新北市已經有一些模式開始在做 所以雪人我還是請你分享一下你們北市 到底現在比如說你們長照護理等等的一些 你可不可以簡單介紹一下 我想在這個部分呢 有部分事實上也涉及到這個中央推的10年長照計劃 當然在10年長照計劃裡面 除了原有的一些項目之外 新北市的確是針對這個需要 就是有不同程度的失能者也提供額外的 就是說包括全民的照護 從預防健康等等觀念來做 所以提供你參考 我們希望我們的長照法能夠趕快上路 謝謝你的收看 -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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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天啊